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蔡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2019才刚开始没几天 两岸的领导人就针锋相对 海下两岸冲突不断的升温 如何走下去呢 蔡英文 蔡英文现在对外面对的是习近平的B统 对内面对的是独派大佬的B统 那他会成为史上第一个 只当一届的总统吗 变调的九二共识成了一中两制 蓝营又该如何来接招 对于2020年的大选 投下了什么样的变数 以及金正恩 他在元旦也预告了 如果川普继续就采北韩的话 他准备要走自己的路 我看来整个东亚地区 从北到南 在2019都充满了变数 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的 三位来宾 首先是对于两岸事务非常熟悉的 前路委会副主委 丹家大学的副教授 黄介正黄老师 各位观众好 美丽岛电子报的董事长 吴子佳 永康兄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黄创夏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2019的第一天 哇 这火腰味就蛮浓的 先来看的是蔡英文提出的四个必须 然后接着呢 习近平提出的习污点 这当中可以说是这二三十年来 大陆领导人对于台湾整个基调上来讲 感觉改变幅度最大的一会儿 这次习近平讲到 包括了携手推动民族的复兴 实践和平统一的目标 探索两制台湾的方案 要丰富和平统一的实践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维护和平的统一前景 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 和平统一的基础 实现同胞心灵气和 增进和平统一的认同 那基本上基调就是要准备 进行统一的进程来做迈进 那对于习污点之后呢 蔡英文也相当迅速的 有人觉得说 哇 他这次反应非常快 就立刻提了两个不接受 不接受九二共识 也不接受一国两制 当然这个话题在这几天 也不断地发酵了 先请教三位来宾 您认为在元旦 两岸的领导人这一番谈话 算不算是正式撕破脸 Yes or no 您的看法 都算是撕破脸咯 先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原本对岸是 还期待着蔡英文 去写那个没有完成的 一半的考试卷 显然等了两年半 习近平这番谈话等于是 我不等了 接下来我主导 这个意思吗 习近平他有他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从2013年 接任国家主席 开始服帽就没过 隔年太阳滑 然后那还是马政府时期 假设有九二共识存在 假设有一中各表存在 两岸关系已经开始下滑了 如果没有2015年11月7号 在新加坡的马席会 如果没有的话 第一个五年 他的第一个五年 成绩单是不及格的 结果呢从元首峰会到已读不回 就是2015年11月到2016年520就职 六个月元首峰会变成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碰到了台湾的现在立场是什么 叫做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维持了两年多了 快要不及格了 习近平已经进入第二个五年了 那他面对20大的时候要台出什么来 他不可能在蔡席会 他怎么超越第一任期 他在对台工作上面的成绩单 两岸之间无借数变成是他自己执政压力了 所以习近平必须要掌握主动权 他必须要有别于过去 我为什么 其实这个答案应该是yes and no no是其实双方都有余地 为什么双方都在处理对内的问题 习近平内部的武统派 如果习近平讲很凶 说好了我已经比你们还凶了 你们就不要再讲了 那蔡总统他现在九合一选后 他自己面对的被逼宫的压力 所以他现在如果还扭扭捏捏 摇摆不定话没说清楚 那他这一局后面就很难 所以老师认为就是习近平提出了这五个要点 当中都提到了和平统一 也是他第二任必须要给对内的一些交代 一个压力之下的谈话 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路径图 或者说我提议双方要怎么做下来 他又讲一些办法出来 为了是什么 为了就是跟过去不一样 比过去有更多的作为 来主动出击 总部的原地打转 他原地 因为台湾如果一直讲维持现状再讲 讲到2020年 讲到2024年那怎么办呢 是好那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会不会进入所谓的和平统一的进程时间表 等一下请教老师 不过对于蔡英文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快速 立刻就讲了两个不接受 而且态度非常的坚定 所以这个一番论述之后呢 在网络上的评价还蛮正面的 请教一下吴董事长 有人说面对习近平跟独派大佬的夹击 这几天蔡英文好像有点起死回生了 因为正面评价出现了 民调上面是否也起死回生 危机就是转机 你怎么看 蔡英文简单的讲法 蔡英文打了一个牌 这个牌我们比较粗俗的形容词在讲 就是说老娘在前面打共匪 你们四个老头在后面给我扯后腿 这个整个就是这样 我打共匪你扯后腿 然后民众同情老娘 这个当然老娘多勇敢 美少女战士 现在勇敢的台湾女总统 现在变女少女战士了 因为那四个平均85岁 相情之下 之下不一样 他用党跟全世界最伪最大的强 强国之一的习近平 可是柯P说他这叫做一日行情 所以柯P搞错了 柯P真是错了 柯P错了 柯P不懂了 他柯P不了解民进党内部 跟独派内部整个氛围 到底发生了什么回事 这个事情怎么回事要有人去 我们要帮大家解读 你看到一头雾水怎么回事呢 所以这个里面的事情的发生点 并不是在2019的云南谈话 是在2018的11月24号 重大挫败之后 蔡英文立刻要考虑如何自保 如何能够自保 然后再换 再巩固他在民进党 我现在讲民进党内的领导地位 那刚好习近平有这番谈话 给他机会了 这从来不是刚好 这不是刚好 没有一件事情是意外的 全部是铺牌的 11月24号他开始要自保 他在11月24号 可是习近平谈话是原难出现的 在11月24号 在大概7月份到11月份中间 只要发生了寒流的兴起 韩国瑜悬崩的时候 已经知道 已经知道情况不对了 他已经中间有尝试过几次的谈话 想要挑衅中共来反应 结果都计那个整个计划 都没有得选 选前对岸客戟嘛 选举过程当中 你还注意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所有的中共的军机军舰到台 是不是停止 没有 所以没有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不愿意去 陷入你这个选举中间的计谋嘛 他不愿意去帮民进党来做 辅选工具嘛 所以也就是说抗中 对抗万恶共匪这一招 对民进党来讲的话有用嘛 选举有用 选举打败了 还是有用 而且 对他回应 给他一个机会了 这个 这个不是 这个40周年的纪念是 表定行程 表定行程 这个是1979年 今天40周年纪念 早就表定行程 可是没有预料 他会讲这么多和平统一的字眼 这个字眼就是很简单嘛 你从刚刚 这个黄老师已经讲了嘛 从2016年的5月份 甚至于说在 马英九的后期的半年当中 这个九二共识已经逐渐被 被这个 被民进党抹除的 这个过程当中的味道已经出现了嘛 所以两岸僵局已经形成了 而更重要更重要的事情 是中美大战已经开始了嘛 中美和平发展 或是美国设法 美国期待的 中国和平转移 就是这个China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专家在这里啦 就是这个所谓的 就peaceful transformation 这个整个事情 已经告了40年告一段落了嘛 美国人已经放弃这个想法 因为从2019年的 从2018年的19大 习近平确定他的终身制以后 修宪取消任期的这个限制以后 这个已经证明了 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改变这个事情 已经完全失败了嘛 所以失败就是 再加上美国内政的压力 加上川普各种各种 所有的压力情况之下 这个美国这个两党 一致的要准备修理这个中国 所以是确定了嘛 是 所以美中冲突 已经变成世界大事了 所以习近平这一番 谈话的一个痛调 其实蔡英文 之前就已经大概料到 蔡英文 清楚的就是暂时 一件事情 就是我选边 我清美 清美到底 这是他基本的论 请问他会危机变转机吗 对民进党内的提名 对民进党而言的话 视为激变转机 可以讲 可以确定 赖清德出局 哦 赖清德百分之百出局 董事长这么 斩丁解铁 这个我在这边 公开电视机面前 保证赖清德 没有悬念的吗 这个没有带 不够带走的赖清德 已经出局了 这么快 就因为蔡英文这次反应 如此迅速吗 这个是整个情势的变化 当然关键在个人 因为蔡英文在几个 逼宫的压力情况之下 他原来所采取的策略 你看很清楚嘛 这段时间他要 他连结的 他是跟新潮流大量合作嘛 新潮流大量合作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就是要压迫蔡英文 就压迫赖清德嘛 让赖清德放弃 放弃这个2020的企图心嘛 结果赖清德仍然要离开 对不对 离开之后 他们是不是现在有谣传 这个是苏贞昌嘛 苏贞昌跟赖 跟赖长期不合 那跟赖是长期合作 也就等于说还是跟 新潮流合作的架构不变 但是要保证 赖清德不出来搅局嘛 他整个架构一直在规划这个事情啊 结果突然间呢 天降雄兵 习近平跑进来了嘛 习近平一跑进来的时候 还更妙的事情发生了嘛 万朱攻台 朱温来了 你看朱温这个事情帮他大忙啊 风云变色如此之快啊 創侠哥也帮我们做个解读好不好 因为你看从11月24号败选 一开始 赖清德是绿的新贡主出现 已经趋势成型 而且看起来 蔡英文是没有希望的 短短一个多月 不到一个半月 习近平加入 然后独派大佬的加入 让蔡危机变转 而且刚才董事长讲 赖清德正式宣告出局 真的如此吗 你的观察 这吴董是先前 吴董事长先前有一个形容词 是说那个时候选完之后呢 民进党的人呢都很紧张 所以他们挤在月台那边 结果一辆列车来了 叫小英号 所以他董事长的形容是说 这小英号呢 民进党都不想上去 他们在等下一班 叫做清德号 可是你知道这一个多月来的 这个清德呢 他变成是 他的个性浮现出来 他不是搞革命的 他不是搞革命的 他是要打安全牌的 所以他在那边等来等去 就在南港机场里面宣布说 清德号即将发车 结果一下子就说 好吧再等一下 我再检查一下邮箱够不够 然后一下子说清德号即将发车 结果呢就说不行啦 我那个里面还不够清洁 所以赖清德呢 11月24号 自己用脸书说他要请辞 然后后面被安抚下来 然后这已经第一次了 再过来就说我一定要走 结果到最后 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 拖拖拉拉这么久之后呢 他们那些人就发现说 赖清德不是搞革命的人要 所以蔡大哥你认为说 即便民进党 公布了党内的初选机制 是要踩民调或是全民调方式都好 赖清德是不会登记的 他不敢 他的个性里面就看到说 他完全不敢 因为大家看透他已经不敢 那已经不敢 就不可能能去挑战蔡英文 那蔡英文也看稳了 你是不敢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本来大家担心说 你蔡英文冲出去之后 你是那个普悠玛产案 但是现在呢 习近平等于说给你了一个 加速的一个火车头 燃料给够了 所以蔡英文就冲上去了 而蔡英文冲上去之后 他为什么抓到这两岸呢 你知道2018的 所有溃败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内政 而内政是 不是蔡英文的主场 他确实没有能力去处理 你希望他未来一年多 可以把它搞好也不容易 可是呢 当你今天进到了两岸这样一个 国家之籍的一个 而且是中美之间的冲突的时候 他有主场 因为他是总统 他是领导者 他可以去玩这个主场 而这个主场拿下来之后呢 你其他的人呢 你国民党是没办法玩的 你看到习近平讲话之后 国民党四个人发言的是 那个温馴的 然后没办法去呼应人民的 那种一个感慨 再过来呢 柯文哲呢 你还只是一个首都市长 韩国瑜 你也只是一个 新任的地方首长 所以呢 你们这地方首长 要谈到这种国家层次 你都不如蔡英文 有这个主场优势 你刚提到的地方首长 也谈到了柯文哲 我就跟你进一步来就交 因为习近平他说 他不跟台独的谈 也不跟主张维持现状的人谈 这两个都不谈的话 你对于把国民党跟民进党的人 都排除掉了 那你跟谁谈 你跟柯台吗 还是你跟爱国同心会谈 他当然不需要跟爱国同心会谈 因为他不需要谈 他们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 那你跟谁谈 对对 他其实 他基本上他掀起来 一个态度里面就是 大概他们从那个 2018那个选举之后 他们就大概有个 不反对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一定会 不让他比较亲近 也要柯文哲的两岸一家心 不断的去敲下来 为了两岸论坛 不断的把他定下来 所以呢 柯文哲大概也就接受了 但是就是民进党 他是完全在一个 他不能掌握之中 所以国民党也不用去激望 因为今年呢 其实台湾70年以来 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 强之弱干 从过去的台湾政治权购里面 没有这种事情 今年是地方的诸侯 一个比一个汉 一个比一个强 中央政府呢 已经没什么用 所以习近平就直接的 要把他的入导入户入心 继续的深入下去 他其实是说 根据过去的两会 江敏坤时代的两会的协议 他其实是可以 跟很多县市长 直接做一个实质的 所以他其实是 讲给这些县市长听 跟这些县市长招手 然后呢 去希望 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情势呢 变成由下而上的一个逼惑 因为过去的时候 他们对于整个台湾来讲 只有一个机会 就是由上而下 但是今天呢 这种强之弱干之下 他其实在测试 这些地方诸侯 是他可以去拉拢的对象 我们等一下回来进入讨论 这地方诸侯 如果知道去谈的话 他们凭什么条件去谈 因为 他们都说要 组一个九二共识的一个连线 但现在九二共识 跟他们所认知的 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变成一中两制 老师跟你请教 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 也经常讨论 台湾的问题 在习近平的行动排位的顺序 应该不会是在那么前面 他面对了还可能更激烈的港独藏独 或者是现在的美中贸易 但元难的谈话之后 你认为 接下来针对于台湾 习近平着力 还是把他顺序拉到前面了吗 我觉得是一个战略布局啦 他现在先在铺陈 我们不要忘记 真正他十九大是2017年 可是马席会2015就布局了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从台北的政治逻辑 或者是角度 因为我们都要快嘛 大家嫌国民党这次 反应怎么比晚一天 所以我才会在我的专栏里面写 我说江八点讲完了以后 李登会等68天 才用李六条回应 为什么 因为别人准备了两个月的东西 我两小时回应我必有疏漏 我有的时候我不会看出他的局 可是呢现在因为 第一个网路时代 第二个我们 政论性节目这么多 是 所以我们的朝野的领袖或政治人物 不被堵麦你也要讲 为什么 因为晚了就没有话语权 民众会觉得你懦弱或者你不敢 所以变成台湾有台湾特殊的环境 那么我觉得 现在习近平 他第一个是40周年 我们刚讲他碰到嘛 他本来就要讲的 然后台湾也知道 大陆也知道 那 蔡英文 会不会有准备 老早就有准备 只是不知道他是12月31号讲 后来两个礼拜之前就知道 他1月2号要讲 所以蔡总统是1月1号出手 这个是第一个 蔡英文在当主委的时候 您是陆委会 我是副主委 就你所认识的蔡英文 他所讲的每一句话 你都觉得不意外吗 我基本上不会意外 不会意外 我觉得他可能他最近受要干扰很多 但是他是我少数见到女性的领导人的头脑 可以很快冷静下来的人 他不会说那个情绪化很久 我觉得他非常冷静 而且他逻辑还不错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 蔡英文也看到习近平面临的问题 2019年全年经济不好 待会创下讲这是你的强项喔 第一个美中贸易战 90天到期是什么时候 228 然后再来4月份 台湾关系法40周年 台湾还有一个公投 还有个AIT 40周年 AIT成立40周年 另外 就是10月1号中国大陆 要庆祝建国70年 在庆典以前怎么能够被弄呢 怎么能够打败呢 怎么能够输给美国呢 还被台湾踹一脚呢 所以习近平他有 全年他有很大的压力存在 所以说这样的谈话也不代表说 在他心中台湾问题 必须要排在顺位前面来做解决 我觉得千万不要以为说 台湾现在number one 就是洗衣大大每天早上起来 都还想说 我要怎么弄台湾 那是说台湾角度出发 不会 所以要从大陆整个面临到的一个问题 但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今年除了是他爸爸对台湾同胞 40周年谈话之外 今年也是台湾美国断交40周年 那既然如此的话 美方对于这一次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官方正式回应 好我们回来聚调这一点 麻烦回来 来九二共识最近这段时间 因为两岸领导人再一次 被台湾很多政论节目来做讨论 但有一个民调让大家会吓一跳 台湾有这么多的政论节目 也经常提到九二共识 但一般民众对于九二共识的认知 居然是如此的不清不楚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苏起定义的内涵是一中各表 不过这一次习近平所定义的 新九二共识呢 基本上是一中两制 那一般台湾人 他们所认为的 九二共识到底有什么样的意思呢 来看这是个天涯杂志 一个最新民调 您认为九二共识指的是哪一句话 那百分之四十九的民众 将近一半 所谓九二共识代表说 台湾跟中国属于不同国家 并且继续维持现状 那应该比较接近书起的 九二共识的内涵 应该是台湾跟大陆同属于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华民国 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认为这一点只有百分之二十三点四 那也有认为是一边一国啦 其他你看百分点自己参考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说到民调 当然问一下董事长了 台湾人九二共识原来这么的不清不楚 你看这数字 有没有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不常在政论节目上面讲吗 应该更正确讲说 九二共识已经被污名化了 被双方都污名化了 因为九二共识 这个国民党称之为叫做一中各表 共产党也不接受一中各表 他就一中 那民进党现在更明确的告诉你说 我根本不接受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在台湾我看已经没有市场 这个将来已经无以为继 在任何 包括今年的新的总统选举当中 我看也不会有很重要的分量 我就继续 就董事长这个论述 来继续跟你来就交 因为你看下面第二题 国民党县市长要组一个九二共识的连线 跟中国大陆拼经济交流 然后你对于这样的政策是否看好 看好的百分之六十亿的民众 不看好的百分之三十三 但是大部分的民众看好 依九二共识这个招牌 可以跟大陆交流做生意 但现在习近平所新定义的九二共识 是一中两制 那这样子的话 蓝音县市长怎么做 第一个习近平定义的也不是一中两制 其实习近平的九二共识 跟原来的九二共识 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是吗 等一下我要先把这个澄清一下 然后第二个事情 就是说你这个题目 国民党县市长组成九二共识 连线与中国交流拼经济这件事情 我非常明确知道 这里面的智库的成员里面 绝对没有黄老师在 如果黄老师在的话 不会这个题目 因为很简单一个东西 你要任何跟中国大陆的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的交流这件事情 这是要谈判的 这是要到中共中央 经过他们的高层 集体做成决策 才有可能形成所谓的交流机制 你知道吗 你这边胡混一通 当然可以 你这边买东西买来买去是可以 像举例这样讲 很重要一个事情就是双城论坛 双城论坛的主导者 不是上海市政府 是中共中央 是国台办的主导 所以他每一个机制的 这个推动 推出架构论述等等 他是经过一个铺垫的 一个复杂的程序 不是你台湾想什么就想什么 就是国民党现在中央 对两岸的陌生程度 令人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黄老师 我不在中央 很明确一定不在中央 在中央 不会有这种的东西跑出来 就是大外行的一个讲法 你完全不理解北京在想什么东西 就单方面的 哦 臭热闹 所以这个吴敦毅就知道他本身能力 两岸方面专业知识不足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东西如果北京看到的话 他会非常保留 因为这个跟他的整个统战策略 跟他对台的策略的路径图 会有直接违背的地方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不是那么简单事情 所以国民党不可期待 好 这有点像是对岸对于台湾那些会台政策 你政策方向确定之后 你各个审视才会有一些会台的措施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习近平所重新定义的九二公式 等一下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做一个补充 因为台湾媒体就很容易 就用标题式的变一中两制 老师也觉得说要还原他真能说话的内涵 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 等了一天半 才做出一个文字表述的国民党 他们做的回应 国民党是说 中华民国指的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本党监队反对台独 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是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并非九二公式的内涵 那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的状态 现在一国两制恐怕 难获得台湾多数民众的民意支持 我们期待两岸能够从制度的竞争 以最佳的福国立民的制度 增进两岸人民的福祉 老师你怎么看国民党的一个回应 国民党回应习近平的讲话 比我们一般网民 一般民众的期待晚了一天 晚了一天 所以网上都说 哇终于等到 然后又觉得软绵绵 这个好像没有蔡总统那么硬 但是我要讲 李登辉总统的时候 江泽民提了江八点 是1月30号提的 我们是4月6号 总共隔了68天 我们政府才正式的回应 我始终认为 不用急 为什么 两岸都等了70年了 你干嘛等7分钟回应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他讲的 我相信董事长知道 中国大陆所有的发言 自争俱作 想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快速回应的话 很容易掉入一个陷阱 我想永康兄 这次变高手了 为什么 黄色 框标的部分 就是关键 就是关键 如果我们认为 把并非弄成等于 就完全中了圈套 所以我个人 一再的担心就是 很多人讲说 以后九二共识 就是一国两制 那其实就搞错 一国两制概念提出 比1992年早11年 一国两制说法 是北京 单方面的愿望跟提议 九二年 不管你叫他共识 还是谅解 他是双方坐下来谈的 所以两个完全不一样 各位观众朋友 是 那么所以国民党 这整个声明稿中间 最关键的就是这句话 晚了一天 但是要跟周全 就是这句话 因为 一国两制那个东西 是大陆片面讲的 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过 我们从蒋经国总统到今天 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 不是只有蔡政府不接受 马总统也不接受 阿扁 李登辉 蒋 蒋经国总统都不接受 一国两制 但我要请教老师一点就是 在过去国民党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中 各表的部分 对 让双方都有自己的台阶下 现在习近平是让那一个模糊的空间 便没有了 一中讲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昨天有一个 有一个理论 蓝营理论的 相当受大家尊重的人 传了一句话给我 他说不是他想出来 但是他觉得太妙了 所以传给我 他说习总的谈话 针对这个一国两制的谈话 他说给蔡英文送了一个球 然后给国民党一坨大便 为什么 其实他讲的 他讲的一坨大便 就是你把个表掐死了 没有空间啦 你把个表掐死了 我们刚刚前面那张图的 九二共识连线 就没了 就不可以了 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他不准你个表了 所以当初2015年11月7号 马其会之前 双方争执最多的 就是我们告诉大陆 说如果你不让马总统个表 马总统就不上飞机了 所以各位观众 不是国民党通通要卖台 国民党在跟 大陆在谈的时候 掀桌子摔杯子的制度很多啦 没有人要卖台 因为我们对付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当局 所以很难谈的 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 大家要去思考的第一个 就是如果大陆坚持不准个表了以后 是 我们 最起码蓝营 为什么刚刚讲大便说 就是说你以后九二共事还能不能讲 你本来蓝营在这部分九二共事 是相对于区一个民进党来讲 他在两岸政策上面 他比较有把握的部分嘛 对 现在变的是被动式的 好像必须蓝营的靠拢 所以陆委会陈主委一定很高兴啊 他说我十几年前就跟你讲他一中不表嘛 他不让你各表 结果这次习近平说陈教授是对的 啊 川家哥 挤不赛 站在手上 这些大佬们 哇拿的话怎么办 要丢往哪边丢咧 你看这几个蓝营台北上的政治人物的回应 马英九说 不论中国如何表述 一中就是中华民国 韩国瑜说两个不要怀疑 朱立伦说九二共事跟英国两中完全两回事 武敦一讲两岸有一中各表的九二共事 武敦一还有讲这个跟各表的部分 郝勇宇跟王金平 来你看一下 目前这几个台北上的人物 谁回应的比较好 而蓝营真的在这个 两岸没有模糊空间的情况之下 没有各表的空间 对于2020的大选 蓝营在论述方面 投下什么样的变数 其实国民党现在最麻烦的是说 他们基本上当然一打出来之后呢 过去的时候 其实是那边讲一中 这边讲各表 然后事实上呢 可是今天呢你要回到 就刚刚那个老师讲的 在台湾这里面呢 现在所有的意见 是快速 而且在网路上的流动 是 然后其实蔡英文是非常厉害的 他立刻呢 其实在网路上的主流的认知 其实就跟刚刚的民调差不多 川大哥很少夸赞蔡总统的啊 不是 那选举的时候 他非常精准的抓到 就是跟他社会上的一个心情比较一样 九二共识等于一中各表 其实社会变成是 网路上的一个快速回应里面 那个认知和情绪 所以这种认知和情绪之下呢 那国民党呢 他其实就要很快的 就是前面刚刚讲黄色的部分 国民党要很清楚的 像老师一样 很清楚的第一时间认述说 九二共识并非一中各 一国两制 但是国民党没有讲出这个 没有清楚的讲出来之后 国民党就已经全弱了 全弱之后就很难讲了 所以呢 如果说真的 你看他每个人在讲的时候就是 他们可能还以为自己还在当家做主 忘了自己是在野党 如果在野党的话 你就直接的就直接杀出来 所以其实里面讲的最好的应该是 要把几个人的话合在一起 就是朱立仁讲的 九二共识呢 跟一国两制完全是两回事 靖国先生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然后后面加上的是韩国瑜那句话 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决心 这样子国民党就回应掉了 但是呢 每个人都是突然之间塞了一个过来 然后他们就马上赶快再找卫生纸 所以呢 国民党的回应 就变成是这样一个整个回应 国民党今年的选举 两岸之间 会变成国民党最难处理的问题 难处理了 因为你本来是这个部分 可以做一些区隔的 不过现在被动的 必须所有的谈话的主动 好像看起来跟绿的 有点慢慢走得比较接近一些 我们来看 隔空开我之后 下一步要怎么走 当然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事情 就觉得哇 这实力很大 习近平这样讲了之后 是不是接下来就是所谓的 两岸和平同一的时间表呢 刚才老师已经讲了 你要从大陆方面来看 这事情来做解读的话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总之 两岸领导人 对于这个九二共识 没有模糊空间之后 那接下来 下一步会如何发展 2019年 来 这几个点 是网络上面讨论出来 比较多的 我们给他归纳以后列出来 三位来宾可以帮我们 做个补充你的看法 和平统一 台湾接受一国两制 不甩美国警告 中国大陆就是武统台湾 维持现状 重回到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那个阶段 有可能吗 或者是共产党垮台 台湾独立成功 再来是两岸形势突然逆转 台湾来主导统一的谈判 我看这后面两个现实来讲 好像稍微拿了一些 突然形势逆转 或者是共产党垮台 台独成功 这两个部分 或许下面来宾要补充也可以 老师你怎么看 这几个可能性 或你心中认为 2019年可能要发展 注意的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刚刚稍微点到了一下 创夏刚刚讲得很 很客气了 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大楼在 国 国民党现在有很多 对台湾现在现实政治 不适应的地方 是在于国民党执政很久 那国民党年轻化的速度很慢 所以主政的人他还在 不管是还以为自己在执政 或是他还在过去一让而生 色而隐 就是说你讲完了以后 我想清楚了 我再慢慢跟你摸 没有适应到现在的需求 真的因为他们拍宣传的时候 还是穿高腰裤 要到胸口 真的 不好意思我提出来了 来来来 所以 所以 所以现在的问题 是在于 另外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是全台湾人 不管是我们要不要在媒体上快速反应 或者是我要不要把冲高民调或点阅率 我们要静下来就是以台湾主体来想 今天中国大陆丢一个东西来 为什么博士内阁学者从政会老师出问题 因为我们习惯了 那个答卷来就赶快写答案 而且要千真万确清清楚楚的回答 其实 习近平的整个讲话只是一面而已 是大陆写的东西 我们还没有提我们要提什么 我们还有时间提 因为我们做买卖也一样嘛 不是你拿出来以后 我就变成必须要照你的表单来提 我觉得蔡英文 最起码过去她经常看别人 提了一个报价单来以后 她不是去填那个报价单上面去改她的数字 她是提另外一个报价单说我想要这样 我在看这个调查 反应来讲我个人认为 站在台湾主体立场的话 台湾还有时间去整理那个东西 但是不能太慢 为什么 不是因为网民的需求 是因为我们总统选举要到了 候选人出来以后论述就要出现 不管蓝现在有点吃亏 就是个表没有 他不让你个表 而且讲得很清楚 那要找到什么样的论述 但是绿自己也要搞清楚 如果全部你跟民众说我一面倒向美国 跟大陆开干 其实也可能下走一些票 所以我觉得双方都还有一点点空间 反正过年放假九天 各位智库的智囊不要休假 好好地替你们的老板想一想 后面要怎么论述 来 董事长你的看法 这个隔空开吼后的下一步是什么意思 是2019年还是2020年 有人说 还是下两个月 是怎么定义 应该讲说习近平提出了这一个 他所谓的习无点之后 当然对于台湾民众来讲就很担忧 会不会说 那和平统一对方是不是有时间表的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提出我们反制的时间表 那两岸该如何走下一步 那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回到 应该这样就好 如果是蔡英文还在当家的情况之下 因为如果说到时候 民进党党内提名不是她的话 她也只剩一年的时间 那就是要回到这个本质上的讨论 习近平这个文告的意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 而不是现在直接变成隔空开火 还没有隔空开火 我同意黄老师的讲法 因为这个习近平这个文告 我把它类比成另外一个文告 就是反分裂国家法 反分裂国家法到底是要限制中共 还是限制台湾呢 其实到底某一定程度 它对内有很多大的很大的功能 所以习近平这个文告的对内功能 是大于对外功能的 对中国大陆内部的统治的有效性 这个功能是大于对台湾的功能 这是第一个我个人的看法 第二个看法反映什么东西 它是个成先起后 它是接续40年前的说法 那个战略总战略到现在为止 40年来不变 完全没有变 就是它只是说和平统一 是它的基本的基调 一国党这些都不重要 它的目标就是统一 统一的然后不排除 不排除这个用非和平的方式 这两个东西都没有改变啊 所以习近平整个论述下来 并没有改变 任何一件事情 40年来没有改变啊 对不对 这第一个我要再强调 它反映的另外一面 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什么是有趣的 是当下的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它有反映 反映什么东西 就是外力介入的时候 不排除使用武力 请问北京担不担忧 这一年2019 要选总统的这个起跑年 当然 台湾出现一些乱子 当然担忧 吓得都吓死了嘛 北京当然吓死了嘛 中美关系那么紧张 他担忧的是 中美关系的紧张 已经从贸易外力到外交 甚至于有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已经隐隐在作税 隐隐在作税 这非常紧张的关系 不是表面上看到这种情况 台湾本身就是个troublemaker 台湾当然是一个问题 台湾的制造问题的能力 现在已经不下于金正恩了 董事长不久之前才 你不久之前才去对岸嘛 也见到对那些官员 他们的担忧是什么 是这样讲的 就是 目前中国大陆或是国台办的官员 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 陈水扁的故事会不会重演 陈水扁现在开始给你搞一边一国 开始搞台湾独立 搞独立公投 这东西都搞出来的时候 北京怎么回应 如果蔡英文再往上推 推往更独的方向走的话 当然黄老师刚刚认识的是陆委会的蔡英文 那我现在谈的是 干总统年任第二任 遭遇到重大挫败 现在六神无阻的蔡英文 我们两个蔡英文是不一样的蔡英文 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混乱的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这次打了出了招 你看到没有 从回应习近平 到他现在元旦的讲话 到他更吃钱的回廊的讲话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用的是他现在把这个 柯文哲的两岸一家亲 连结到大陆的朱温 对台湾的恶意 他把这两个事情连结在一起 这不是事实的一种连结 他故意用这种连结 所以我说现在朱温救蔡英文 他靠大陆的朱温把他救火了 你知道吧 这是很离谱的一个现象发生 他把朱温扣接了以后 让全国大百姓对中共充满了愤怒 然后没有分裂 但是你要回想看当年的陈水扁 在开始搞事不宜没有 把没有的部分拿掉 这个时候 台湾内部产生冲突分裂 因为国民党开始紧张嘛 对不对 然后红卫兵独派人巩固 开始支持陈水扁 所以蔡英文用朱温这一招 巩固了他的领导地位 但是国内没有分裂 国民党党不敢 气都不敢坑 然后国民党民进党内部更妙 全部集中去巩固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的逻辑 不是管理什么习近平 他是用习近平 用仇恨大陆 用欣美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然后担任2020的候选人 然后这个候选人 可是我们四月份有这个郭备宏的公投 有这个台湾独立入联公投 那这个公投要投下去什么结果 我们现在不知道 现在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 如果再越演越烈 如果今天政府 你知道这个政府 我把它定义成什么政府 你知道吧 这个政府叫做末日朝廷 2020的1月份就要选败了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根据我民调经验 蔡英文 必然败选2020的总统 不会胜利 他也知道啊 他董选举都知道 因为讨厌国民党 这个事实有没有改变 讨厌民进党 不讨厌民进党 事实有没有改变 11月14号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改变 没有任何一点改变 就多了一个朱文 多了一个习近平 就改变了吗 没有改变嘛 所以会怎么办 他会一直路走偏下去 如果走到最激烈的情况之下 这是北京的担忧 会有意外 刚董事长讲到了 蔡英文其实在这段时间 短短的两三个礼拜 借事用事这一招 的确让他人气有些会来 那招数啊 如果不去深入解读 还觉得说蔡英文 就是这样的一个回应啊 所以創侠哥以后 不能够再讲 蔡英文是空心菜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他这叫做末日狂欢 我们等一下回来看一看 因为我们很多时间 是从台北去看 这角度的事情发展 但美国怎么看呢 美国前总统卡特 他的担忧是两岸 会不会军事冲突擦江中国 他担忧会真的发生 我们回来聊 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从习近平对台湾同胞 40周年喊话开始 说到这40 除了是这个刚刚他谈话之外 也是中美断交40周年 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 美国前总统卡特 因为是在他的人里断交的 不过他最近提出了一个担忧 认为说现在美中贸易 然后美中的状况 已经进入了现代的冷战的风险 敏感的时刻 任何一方如果出现了误解 误判 台湾海峡南海 可能会升高成为军事冲突 造成全球性的灾难 其实我想请教一下 創侠哥 因为你说到两岸之间 会有战争 很多人是不相信 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的 那你觉得蔡英文跟习近平 这一段时间的对话 温度升高之后 这个可能性是有增加的吗 其实卡特 我们知道说 其实今年你知道 今年这一年是很特别 其实他是AIT成立40周年 所以川普在最后的时候 签了以后 还鼓励说你们台湾 美国的官员多多来台湾 那为什么 因为AIT40周年 所以他使得突然之间 来一个什么样 让中国绝对不高兴的高官 拉高这个冲突 川普是随便会出牌的 那为什么要讲到川普呢 因为今年不是蔡英文要连任而已 是川普要连任 川普要让美国再度伟大 他一定要有个敌人 而这个敌人就是习近平 就是中国 所以川普会怎么样把他拉高 这是不可预测的 这也是卡特 这些历任的美国总统 都没办法去猜 你川普会搞什么 所以这个紧张事情是有的 而且你要记得说去年的时候 台风的时候 已经测试了一下 日本的两艘小军舰 说要躲台风 躲台风 就跑到我们高雄港来了 所以他新天也许是医疗船 来登陆了 进入了高雄港 也许哪一天哪一个躲台风 就进入高雄港 所以这个准金式冲突 会变成是 美国想要去激入中国 川普可能要里面得到利益 然后这个时候对蔡英文来讲 当然他对内里面 末路狂花了这样一个戏码 都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 沉默战争的螺旋 一直锁 但是会不会到了一个准开战 也许很难 你觉得19比18风险更高吗 非常高 而且你要说在南美 在这个南海的时候 已经有了 中国的军舰 跟美国军舰 在这份对峙 只剩下71公里 11公尺 差点撞上去的 那如果哪一天 美国的军舰 跟中国的驱逐舰 是在台湾海峡 是在巴士海峡 这附近 台海的 这个界周围 有这个对峙 那个情势都已经拉高了 也许子弹是打不出去的 可是整个情势 不断地会拉高 而这种拉高的话 在美国来讲的话 台湾就是它最好的一个 它可以运用的一个舞台 而这个舞台呢 当然它只是筹码 最后换到的 还是他们贸易大战里面 川普还不知道要怎么样 因为其实在大陆里面 他们现在也是很闷 因为大陆已经讲了说 我们曾经跟日本 打了14年抗战 他们现在预计 要跟川普打6年抗战 因为川普如果连任的话 这六年的苦日子 大陆那边也是拉高的 但是大陆也有民族主义 川普有他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白人的智障的主义 那台湾在这个过程中 准冷战的结构 卡特讲的 绝对不是胡说八道 其实这个美中的 高层的军事交流 跟台美之间的军事交流 没有停过了 所以说真的出现 这个很大的一个误解 大家觉得可能性没那么高 但是卡特是认为说 你看任何一个误解或误判 都可能会把风险的因素提高很多 老师你认为 什么样的状况 会出现误解或误判 其实美中台三方 对于对方的评估了解 都是每一个小时 至少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 说要误判 除非偏听 不然的话 偏听 我觉得这个 就三个目前的领导人来讲 最容易误判的是川普 可是他身边毕竟有些大人 就是白宫不是叫做 叫做日间托儿所 hold住他的人都被fire掉了 对啊 现在最惨的就是 凡是可以看管他的人都被fire 都fire了 所以那个幼稚园的小孩自己在管理 出现问题最大 现在就是 我觉得美国刚好在一个 几个东西 第一个众议院换手 民主党 另外一个国防部长换人 就我们刚刚讲的成人这个中心 马蒂斯 马蒂斯走了 那么他的副手上任的第一天 对全国防部的人讲话的时候 就说我上任的重点 三个字叫China China China 所以美国军方会更仔细的去看整个西太平洋的情势 这个也是确定的 那再来就是第三个风险就是 刚刚那个董事长讲的 那个台独入联公投 政府持什么态度 蔡总统是鼓励呢还是切割 因为这个不是他个人光计算选票而已 他要算美国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自己有可能误判 但是他 他会更反对台湾误判行事 他会至少他会想要去替台湾判断行事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有哪些人可能会选 真正的关键是在 不是去美国接受面试 美国为什么要去了解 其实从美国人角度很简单嘛 如果我还care台湾 你们会往哪里走 会牵涉到我的利益 我就要去了解 你们到底谁会当家 我打个操 我们好朋友 我请教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现在目前的两岸关系 蔡英文的策略就是刻意制造两岸关系的紧张 来攻击或是说挑衅这个中共 比如说我讲的美这个朱温这个事件 朱温事件是9月份就已经在联合国就已经 去年2018年9月 去年的2018年9月15号在曼谷 在泰国曼谷就开会了 那个是在选举 他没有动 选举完了他马上跳出来打 其实所有的情报 所有的公告都有资料 他刻意拿这个议题来 直接不是暗示 明明指控中共引力疫情 这不是事实 蔡英文故意用这个东西 他指控中共引力疫情 然后刺激中共 所以他这个是在刻意在打反中牌 而且有挑衅的动作出来 然后抹黑中共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敌意螺旋是在一直不断的在上升 那这种上升的时候 不会是因为蔡英文的事情而打仗 那意外会不会发现 卢沟桥事变只有两个日本兵跑掉 所以这是意外 这个意外你不知道什么事情 他现在昨天在开始搞一堆 说是有美 说是有大陆的猪 有刻意丢到海上丢到金门 所以现在有生化战来了 我讲的意思是说 我结论就是敌意螺旋上升 他是刻意攻击中国 刻意来制造两岸关系紧张 为了要治保他自己总统的选举 在这几个情况之下 然后一个小意外在哪里冒出来 当然不是你所看得到的意外 会突然冒出来怎么办 当然啦 如果是我们都无法预期的意外 老实讲我们今天也说不准 但是 但是 敌意螺旋有没有升高 有 有 美国喜不喜欢看敌意螺旋升高 喜欢 川普喜欢 川普喜欢 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决定 他决定 美国有他自己的一把尺 他自己决定 你过头了 终点是以前美国的尺 可以有一个大概知道的 现在川普的尺是不知道的 现在 浮动汇率 现在 浮动油价 现在跟阿扁时期不一样的 是因为阿扁过头的时候 美国 就出手了 对不对 那时候杨书帝在当AIT的处长 现在 美国是怎么样 变成 北京也算不准 台北也算不准 白宫也算不准 川普的阁源也算不准 那这个就是我最担心的意外 是意外 就是美国自己本身是一个最大的 所以美中台三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那蔡英文 习近平跟川普 刚刚老师讲到 做出误判可能性最高的是川普本身 那事件上来讲的话 老师刚刚提到一个 就是这个台独的公投 可能是一个引爆的一个点 会做到什么样程度 刚刚董事长提到的是 有没有其他的一个事件 会出现 我意思说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台独这个点 高速公路开车不容易出车祸 看不到点在哪里 你的问题是看不到的点 我跟你讲历史上发生的 这一次大战是什么事件发生 就是奥地利的一个 费对兰工 一个不重要的一个咖 跑去被刺杀了 然后打一次一次大战 死了好几百万千万人 就前一阵子 哈佛大学的那个 艾利森教授 艾利森 艾利森 他强调 他说在两强 这个竞争 就是升起的强权 跟技存强权竞争中间 最怕是第三者 就说两个人都不想打 但是因为第三方 他里面讲的很有趣的 你刚刚就是 創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要让美国伟大 再次伟大 to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讲到另外一个人 更早比这句话五年前就讲了 叫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那个也是让中华民族 更伟大 make China great again 对不对 这两个硬干了嘛 这怎么会台湾不出事情 而且蔡英文还故意闹事 我跟你讲说 这个节目里面 我们能够谈到 可预期的冲突点的事件 那都是可预期的 那就不是无法预料到的嘛 可是事情真的会引爆 冲突点的都是 无法预料到的 像士兵失踪 我现在讲的问题 就是说 是有一个刻意制造冲突的 刻意制造紧张关系的蔡英文 这是很可怕的 今天 今天黄老师 紧张知道 没有人怕他 我现在总统 因为我要自保 我就刻意制造问题 这才是麻烦的事情 结果 他不会出事 我告诉你谁会出事 郭倍宏会在旁边搞 这个人会 旁边奇奇怪怪的人 会在旁边戳 会发生一些奇怪事情 可能 就中国旅客在台湾发生意外 就会变成一个事件发生 这个有没有可能发生 都有可能嘛 所以意外是一个 最难 在北京当局最担心的事情 但是北京当局的主要的一些机构负责人 他们不相信意外这件事情 我们来看川普在去年 2018年的12月31号 签了一个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当中刚刚川大哥提到的部分 有关于台湾的部分 他是再次基于台湾关系法 跟六项保证提出来 要支持定期的卖武器给台湾 鼓励高层官员访问台湾 加强台湾美国的政经 跟安全上面的关系合作 其这一份倡议法案签下去之后 台湾能够安心吗 川大哥你怎么看 而且如果不能够安心的话 就是刚才董事长所提到的 蔡英文如果是要刻意 在冲突螺旋有上升的时候 引爆一些事件 那无法掌握 但是对于他个人拉抬 不管是民调或总统连任制度 是有加分的 那就是完全无法做掌控的 其实台湾呢 当然不会安心 美国也不会安心 全世界都不安心 但是有一个人呢 他会觉得说 这个时候呢 他是有机会的 我们都记得这张图嘛 对不对 真的是他当时还没有正式成为总统 2015年 候选人的时候 到美国去面试的时候 那时候只能遥遥相望 遥遥相望白宫 然后他是踩不进去的 那现在当他只有了官职之后 坦白讲他连华盛顿都进不去 所以当然会放话 放话是说2019想要进去华盛顿 但坦白讲 美国也不会立刻给你这么快 但是他一定会尝试的 再去中南美洲过境的时候 可能规格 会比前两年都高一点 这个都是一个突破 而中国就一定会很生气 而这里面其实最麻烦的是 川普 还是讲川普 其实定期支持的出售武器 像最近 那它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了 这个武器呢 大概对中国来讲 当然会哇哇叫 但是不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而是最重要的就是 高层官员来访美 访台湾 鼓励高层官员访台湾 如果说他这个是一个亚太助亲 正式的官职 来到庆祝AIT 40周年在台湾 而那个东西对 中国大陆来讲 整个亚洲形势来讲 那变数是很大的 可是川普呢 在这个时候 你是搞不清楚的 因为3月1号之后 重启了中美贸易谈判 他会怎么弄 还不知道 所以其实 可是这个时候呢 你知道为什么要动猪瘟吗 因为蔡英文 当时在2015 能够崛起的时候 食安问题 是台湾最敏感的 老百姓的神经线 所以当时他是因为食安 因为那个黑心油 所以整个国民党 都瞬间的崩溃 然后现在呢 你国民党拿了15个县市 可是食安的这种茶器 执行 也都是你将来 泛兰的县市长 所以蔡英文会抓到一个 朱温这件事情 而老百姓最在乎的就是 因为跟我每天吃到的 不确定风险越来越高 所以你会看到 蔡英文已经走到这边的时候 今天你面对的是一个 末路狂话 全世界最不稳定的一个 变数川普 所以我是讲说 其实今天 亚洲再保证 那是保证 那是保证大家都要插这一蛋 来 川哥你在那照片给我一下 这是2015年 当时是 蔡英文要准备2016 要竞选大位的时候 去了美国一趟 那有人说这个 台灣选总统 要去美国做面试了 这部分我要请教一下 黄教授 你也担任过 驻美代表处的资议 因为 为什么会问这里 是因为 蔡英文频频出招嘛 刚刚董事长讲到说 如果有人要刻意 引爆一些冲突点的话 他去美国访问 绝对是个冲突 对不对 所以现在传出 他有可能 也希望 要去访问华府 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传言出现 那总统他的回应就是说 有计划再说了 所以我的记者会写相关的报道 都是 说实在话是很多 有放讯息 给记者媒体来写东西嘛 那媒体知道在讯息之后呢 就去问总统府的回应嘛 那他的回应就是说 有正式的计划再说 但谁抛出这个讯息的 这显然也是有人抛出来嘛 所以你来看这个事情 他蔡英文就是在不断地在冲 做一些冲突点的 抛出的可能性嘛 然后他真的访问华府的 几率有多高 我们从最后一点 来讲 中华民国的总统正式访问华府 那个恐怕两岸就去了 就拜拜了 就打仗了 就打仗了 因为我自己 在驻美代表处工作的时候 亲自经历 1995年李登辉总统 到他的母校去访问 那么后面换来的是 飞弹危机 96年危机 96两岸会谈中断 那么所以这个是 我们再反过来看 到台湾最高阶的是什么 非跟政治意涵比较低的 助理部长级或助亲 只有国务院才有助亲 还没有喔 还没有 只有助理部长 但是环保的啦 卫生这一类教育的 所以如果说 从 连助理国务卿层级 都没有来过台湾 中华民国总统突然去 美国华盛顿访问 这一块跳过去 所以我刚才会说 两岸关系就没了 就再见了 那抛出这样的讯息 的用意是什么呢 因为好多人都说要去啊 对不对 那个什么葛来仪啦 柯P 今天不要讲说你在台湾 因为我不谈国内政治的 因为我平常没有花很多时间去想 所以我怕我讲错 所以我不谈 但是我们 就以总统选举来讲 你不管操作国内议题 或操作两岸议题 美国人的态度不能不管 我曾经讲过一句话 在大陆讲 大陆的朋友问我说 你们台湾怎么那么靠近美国 你们怕美国吗 我说不是 我说在台湾 我说我没有科学证据 也没有做学术调研 照理由大陆的说法 是不可以有发言权的 我说但是我告诉你一个现象 是我的观察 就是你们讨厌的人 在台湾未必会落选 但是美国不喜欢的人 要选上这样选不上 所以是真的 OK 如果这个是现象 我讲的没有科学验证 但是他是真的话 是台湾人民觉得 嘿对喔 好像是这样 那所有要选大位的人 怎么会不顾美国 如果只有我去那没事 如果大家都没去也没事 但是喔 我也要访一访美国人有没有玩我 嗯 因为今天如果我在敌意螺旋升高 也许白宫有一批人 觉得说爽 也许川普说 那好 可是 美国还有一大堆人说 哇你一直去戳 你制造台海危机 影响我美国重大利益 所以 敌意螺旋升高是有限度的 但这就是看你自己的体会 另外还有你跟美国是多紧密的 互量的沟通 所以对美沟通很重要 现在我们不是传言要 要换驻美代表 那 最最 官人能力更差 那个是大笨蛋 如召谢 这个我不好讲啦 因为我们学界很熟 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没有驻美代表 嗯 国民党更差 嗯 OK 我提了三位专家的分析啊 精彩 回来继续聊 马上回来 来一路聊回蔡英文现在的处境 除了对外 对习近平之外 对内这独派四大佬的公开性逼宫 神父熊有一番谈话 他认为说 这这些大佬们在干嘛 这不是逼宫 这是宣誓蔡英文最重要的一个习文 不过蔡英文也要问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董事长你怎么看 蔡英文做错了什么 就好像说有一个 开了大巴士的司机 他把车子出车祸了 然后警察问他说你刚刚在干什么 他说他要放双手 他没有去管 他没有去管驾驶盘嘛 是出车祸的 所以蔡英文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领导 他完全没有领导这个国家 就放任这个国家 像一部大卡车一样 横冲直撞然后出车祸 出事情 然后他问他出什么 他没有领导是他最大的问题 他以为是自动驾驶 但不是 蔡英文 到了今天才问人家做错了什么事情 这就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 应该他要告诉老百姓说 我做对了哪些事情 完全是典型的公务员思考 无人到的起点 这总统我根本瞧不起 然后他有个回应 他说谁要选 谁不选 不是谁说了算 所以川南跟你来看 他既然这样回应的话 应该就基本上 党内的游戏会的怎么样的初选制定 他一定会出现 对不对 对 神父熊是说 其实这几个大佬的公开性 反而是让赖变成了夹心饼 他可能是门票没了 是的 其实你知道在台湾有个现象 就是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可以支持的对象 所以其实这四个大佬里面 不要讲都是神父熊或民间的意见 你看蔡英文马上在脸书里面 对不对 他的脸书突然狂飙 现在是台湾网路声量 第一名 甚至于超越了 最近超越了韩国瑜 也超越了柯文哲 然后突然之间他整个士气大震 然后当然柯文 刚刚讲的赖清德不敢动 所以赖清德已经结束了 那为什么呢 是不要讲说是内部的 连我们这个资深的前辈 李燕秋 燕秋姐 都出来骂这四个老人家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所以如果连李燕秋姐都来骂 因为全台湾最讨厌的 是这四个老人家的讨厌程度 比蔡英文高 所以他们就一卡的时候 其实蔡英文呢 他们就站在 其实为了管中敏爱 然后为了他们 其实一直要坚持的台大的 这个一个象征意义 可是他们一弄的时候 变成独派 因为他们本来独派 就寄希望于赖清德 可是赖清德在这个独派 他整个气氛之下 赖清德自己呢 个性有拖拖拉拉 赖清德就出局了 而蔡英文呢 现在就学学马英九 马英九当时也是 其实他重新上任之后 巴巴封在之后 马英九的成绩的民调 还更差 9.2 92共44 他的民调就92% 就9.2% 所以 可是他后面呢 马英九呢 继任的现任者 还是参加了初选 但是他初选之后 出现之后 我取得了一个 更大的正当性 所以蔡英文现在有自信 民进党的党主席出选 他就去参选 然后出选之后 没有人 至少在民进党党内里面 没有人可以跟他竞争 所以他就变成 取得了民进党的代表性的 正当性就完全出来了 而这时候 你这个赖心得 已经拖到现在 连整个隔魁都还不敢辞 你赖心得 已经在整个选举的 初选的游戏里面 出局掉了 那如果出局的话 大家接下来马上 会问蔡英文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选后要 请听民意 请听新生 大部分的民意 就是要拼经济 这是毋庸置疑 这是台湾绝对的一个共识 但台湾拼经济 这些年下来 我们看起来 签了几个FTA 跟纽西兰 新加坡 没了 那区域型的一些 这些经济议题的合作 我们都加入不了 没有了美国 现在日本所主导的CPTTP 我们也因为 这个反核灾地区的 食物进口的公投 让台湾进不去 那现在1月份下旬 马上就要有一个新的 他们的一个部长级的会议 要决定 那新的成员国 要怎么样加入这个组织 大家如果拼经济 是个集体共识的话 这对于蔡英文来讲 也是接下来 她坚取连任之路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老师您来看 1月下旬 新成员加入办法 要出炉 台湾有机会吗 台湾机会永远都有 看比例而已 不会绝对没有机会 关键在哪里 各位观众朋友 我加入区域自由经济的机制 对我们台湾长远的经济发展 以及我们产业升级 是有好处的 尤其是CPTPP 它的门槛比较高 它是一个优质的 自由贸易区域的一个协议 我们进去了以后 对我们未来二三十年 是有好处 可是要进去的那个门槛 也比较高 加入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也比较高 也就是说 会让我们比较没有竞争力的产业 更不受到保护 我们才能够去跟人家平起工作 加入很多区域主持都是如此 在大选以前 我觉得难 为什么 就好像 美国说 我没有不要跟你讨论自由贸易协定啊 可是 萊克多巴胺猪肉 各位也觉得如何 那台湾马上就说回去 为什么 你好像想要选的话 你瘦肉筋猪肉怎么可以开 为什么上一次总统大选 朱立伦跟蔡英文辩论的时候 蔡总统敢讲 说国际标准 靠近我们的日韩的饮食习惯 因为那个时候他民调很高 他知道会赢 所以他才有 可是选上以后你去碰 一样 朱农全部到凯道去找你 所以我在想 就是明年520以前 我们要讲高门槛的 我们要讲改进去拼经济 不是去拼那个 自由贸易协定的拼经济 而是说让我们 回流的资金会比较多 或者不管是台商回来 或者是我们在修改一些法令 松绑一些法令 让我们最少 我想政治人物会做短期 经济效益的那一个 至少几个月时间可以充一下 那个秀要做出来 那至于说长期的话 那我们要付出很大代价 要加入俱乐部 要缴会费 那那个会费 对日本来讲 核灾区域 经过验证 就是会费 就是会费 美租就是会费 工商界的大佬们说 相信现在的政府 有智慧解决这个僵局 董事长你相信吗 没有智慧解决这样局 没有智慧解决这样局 所以无法加入 你看很简单 我们现在对日本的核实这个事情 就是最荒谬的一件事情 有这种公投会跑出来 这证明了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证明了蔡英文的政治能力 你处理台湾内建的能力奇差无比 他把国内搞得乱七八糟 当然这种公投出来的情况之下 美国已经是 我记得好像是 是外交外向 公然的谴责台湾 人家加入什么CPTPP 怎么可能的事情 日本都不会支持你 对不对 你日本都搞不好嘛 更何况 现场听说台日空城友好啊 友好什么地方友好 他卖潜水艇给我们吗 还是我们连 买他的食品都不肯买的 全世界只剩下台湾嘛 好像大陆还有一点点了 对因为CPTPP 美国帮上忙 CPTPP美国不在里面 大陆也不在里面 日本主导啊 日本主导 你现在得罪日本人啊 你搞什么 你刚刚那个邓正宗 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吗 我们叫做老蓝蓝 你知道吧 他是谁人 他是何美月的人嘛 这些人根本就不是在做事的嘛 他鬼混日子的嘛 他那个根本民进党 找了一堆鬼混 这蔡英文的DC 浪费时间 这个不会成功的 拼经济 挡不住外漂的青年学子 我们来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数字 你要拼经济把人才留在台湾 不过现在台湾人才 也都在吸进 而且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大家可以看一个图表 103年到106年 到中国大陆在学的人数 跟当年的新生人数 都创下了高点 虽然说 2016年累计人数 18000多人 不过新的是2567人 比05年来的高一些 李民国106年到海外工作的人数 也是不断的在攀高 然后近年来看 我们听到习近平讲说 对台该应的会应 该软的会更软 你觉得会台措施在2019年会持续 而且会有新的一些方向出来吗 在习近平的习5条里面 讲话中间有一条就是 针对台湾的年轻人 所以当他讲完了以后 所有涉台部门会用力的加码去做 所以关于我们未来过去创业 去那边创业 去那边就学 就业的年轻人会增加 大陆会增加力多 但我并不认为台湾因为这样子 所以台湾拼经济出问题 不是因为我们年轻人 或是有很多人出去就业 我们是结构问题 我们是法律松绑问题 我们是五缺问题啊 你有五缺青年 你不是留人才不是只有说我给你更好的收入而已 是我们有没有改善投资环境 五缺法令 这问题才是最严重的 不过这个很好做政治上面的一个操作 那当然 你看都是对外吸收人才过去了 回来继续聊金正恩 改变新造型 我们有创下个人的点评 马上回来 金正恩预告2019年川普继续制裁北韩的话 他会有新动作走自己新的路 来看他也来了一个元旦谈话 穿着跟过往印象中不太一样 而且受访的背景啊布置 有人说看起来有点像是在仿造 罗斯福总统的一个炉边谈话 到底他在卖什么药 其实罗斯福如果地下有之一定非常感动 对不对我们的台湾的蔡英文呢 学他呢然后做一个回廊谈话 然后金正恩呢也就开始学他呢 做一个炉边谈话 你会看到整个呢 其实金正恩上次穿西装的时候 他是正式的一个场合 办公室前面 然后前面的会议桌 好像是发表一个记者会一样 他这一次呢 做的是站在西装里面 有一点点的放轻松 然后呢穿的是西装 然后在元旦这个时候 其实中国呢 北韩呢 跟我们中国一样 跟台湾一样 都是只是过春节的 他这个目的就是要讲给欧美人听 他穿西装就是要给西方世界想要 对 而且呢他开始呢就是 效法那个罗斯福要宣誓 我要进入新政 他这30分钟的讲话里面 其实有20分钟都在讲经济 他告诉川普就是说 我这边也希望说呢 人要进得来 我东西要卖得出去 我北韩也想发大财 他也看了韩流新闻啊 对 他也是要去讲这些话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 特别跟川普讲呢 因为本来呢 川普就终于跟他见面了 川普就觉得说 我可以腾出手来了 北韩问题解决了 我开始跟中国打贸易仗 但是一打了贸易仗之后 一打下去之后呢 金正恩突然有很强烈的失落感 因为呢 中美贸易这个纠缠呢 而且还不知道何时何利 了掉 所以他呢 金正恩所期待的 他的经济里面的一些东西 一些利益 是没有进来的 那没有进来 对他的一个内部的维持 是有问题的 因为呢 好不容易度过了今年的寒冬 可是接下来的话 他的整个经济 整个状况 然后他要怎么样 跟北韩人交代说 我跟川普握手之后 你们的生活 是有改善起来 有明显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 说我要走新的路 只是喊话 给川普知道说 你再不注意我的话 让我呢 就重新的去设起一颗飞弹 然后这时候讲一讲 他其实告诉川普是说 赶快的 你的美国的钱 给我进来一点 那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帮助你 来好好讲话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 一月的时候 穿西装 讲给川普听 你川普没有听到 你放心 到二月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穿军装了 你会看到他穿着毛装 然后他就要讲给习近平听 他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 我在这边呢 刚刚讲的 你两个大人物 在打架的时候呢 第三点 都是你的变数所在 来 从2018的六月份的川金会之后 本来说 可能是在秋天回访白宫 那时候川普讲说 选完再说 现在冬天都快过完了 还没有回访 而且两个人第二次会面 也遥遥无奇 董事长 你来看这个2019年 最大在朝廷半岛的变数 会是什么 他最近的传达的讯息还是呼吁说美国要体会到 确实他们双方已经封锁 互相不往来起 十年的紧张关系 他呼吁美方要有些创新的做法出来 最大的问题当然还是他 现在美国现在严格要求他完全契合 那他希望是分阶段契合 这两个重大的旗舰 不可能有任何沟通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叫做 美国跟北朝鲜盛事绝对的僵局 绝对僵局 那这怎么喊话都没有用 三四月的军演 美韩军演就照常登场 我用一切会恢复正常 一切恢复正常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重大的一个 一个可能的转折点 是习近平 中国大陆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 因为中国大陆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一个中美关系的变化 中美关系的贸易紧张 你不要忘记 大家都一直 谈到会打台湾牌 他有北韩牌可以打 所以北韩牌在习近平 在两边来讲的话 习近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 所以在中国的内部在研究说 是不是由习近平或中国 由中国政府来扮演一个缓夹的角色 否则的话现在 他们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关系 他们称之为唇齿相依 唇齿相依代表什么意思 你牙痛的时候我也牙痛 现在目前就是习近平非常牙痛 因为搞的这个事情 将在那边的情况 俄罗斯也好 美国也好 南韩也好 日本也好 都重兵囤集 在注意在朝鲜半岛 那这个时候的东北部分的经济带 整个就一定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可能性 安全的环境太坏太坏了嘛 所以对中国是非常大的威胁 对于美中两强来讲 台湾就像是美国的台湾牌 那朝鲜半岛就是北京的打一钢牌 这一次我们来看金正恩的谈话说 如果美国没有时间承诺 单边来推动制裁跟压力的话 不要误判我们的耐心 让我们无法没有选择的话 我们就走上新的道路 川普看起来他是推特也有发言嘛 他是还乐见跟这个习近平再次的见面 但是国务院目前不予置评 然后请你来看 美国自己内部的对于金正恩的矛盾很高 那当然第一个我还是要讲啦 那个美国政府现在是在停摆的阶段 政府shut down 对 第二个是美国的亚太助亲 提名还没有参院听证 所以美国现在主管整个亚太地区的头 在国务院里头是代理的性质 那么第三个就是 但是现在我觉得还在喊话阶段 还在喊话阶段 还在喊话阶段 因为南北韩领袖去年没有见到 今年是一定要 金正恩要规范 那平常这个首尔 首尔 然后再来就是川津会第二期 和川津会 川普已经照顾一下 OK 出选了一个 僵局依然